叶窝为什么会臭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樊敬华 新安市中心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 叶窝臭呢 最常见的原因当然还是我们说的就是叶臭就是糊臭了 这个当然它是因为一个方面因为遗传 另外一方面后天的发育 局部的出现大汗腺分泌的这个汗液呢 它会引起这个局部的异味 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说因为 跟大汗腺没有关系 就是普通的这种正常的汗液 因为液下呢有一些细菌的这种感染 这个细菌呢会分泌这个汗液引起这种酸臭的味道 所以叶窝发臭一般要准确的判断 看它是因为糊臭呢 还是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引起这种细菌的感染 引起这种汗臭味 如果是糊臭的话呢 我们一般可以到医院采取一些手术的方法 当然适合的年龄的人才能做手术 还有可以进行一些比如肉毒毒素的注射 也可以暂时的缓解这个糊臭 如果是因为细菌感染以后的汗液的这种酸臭味道呢 这个当然主要是要注意清洁 另外呢可以涂一些抗菌的药膏 也可以起到治疗的作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